说文解字,对于贪字是这么解释的贪,欲无也,由贪字组成的词语似乎包含了太多贬义,如贪婪,贪心,贪图,贪得无厌等等,贪婪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在世俗社会一直存在着,老子在《道德经》里写道,就莫大于欲得,或莫大于不知足,人生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是贪婪的欲望,正所谓人心不足舌吞向,心中充满着贪欲, 就会让自己迷失其中,而不能自拔,最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子弟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俗语人贪三样,一生白忙中的贪,到底是指哪三样呢,或不忘志,福不徒来,想要了解更多国学知识,欢迎订阅,贪图安逸,有人说,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追求安逸的生活吗,为何不能贪图安逸,古人在劝诫我们要出意乐而遇不放, 居贫苦而遇不倦,身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身处在贫苦的环境中,不放弃自己的志向,每天处于安逸的生活中,渐渐对未来失去了追求,也就没有了进取之心,时间久了,容易让生活走向下坡路 网络上有句话说他的好,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他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他的表现形是多种多样,包括极端的懒散状态和轻微的犹豫不决,古语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管是贫还是负,都不能离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尽忧,黄世公在《诉书》中说,畏微者安,畏亡者存,增广贤文,尚说,得宠私辱,居安思危,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长似过桥时 古人无时无刻不再告诫世人,不能贪图安逸,要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苦,才是人生的底色 传说老子遇到一位年余百岁的老翁,老翁得意地说,我从年少到现在,一直是游手好闲的轻松度日,我的同龄人辛苦一生,却早已做苦,现在我是否可以嘲笑他们忙碌一声,只是给自己换来一个早逝的结果呢 老子拿了一块砖头和一块石头放在老翁面前说,如果只能选择其一,您是要砖头还是要石头呢 老翁选择了砖头,并指着石头说,这石头没棱没脚 要它何用?人总要有目标有梦想,梦想就是努力奋斗才可能实现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你赋予你做的事情意义 其实,人的本性都是懒惰的,都是追求安逸逃避痛苦的 我们总羡慕别人的成绩,地位,进而抱怨世界不公 但一个贪图安逸,没有认真努力过的人,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许多父母一辈子都在为子女营造舒适安逸的小窝 但要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可能从安逸的氛围中结出 没有一种能力是在纯粹的欢乐中产生 能力都是在痛苦和挫折中培养出来的 当孩子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之后,便会惧怕改变 当孩子不愿受苦,不愿努力,懒惰的种子便在心里滋生 人生也终将不会有太大的奇色 努力必然是辛苦的,是难受的 只有这样,你才能提高,才能进步,才能充实自己 如果因为不能接受努力的苦,而不去努力 那么必将被社会淘汰,人生后面的日子将过得很苦 贪图名利 霍达如苏氏,也曾对江水感叹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 名利是间多少人为此趋之若鹜,因为它代表地位 也代表财富,因为名利背弃了亲情,失去了友情,放弃了爱情 因为名利对人阿谀奉承,被蛊惑了初心,失去了自我 可越是贪图名利,薄情厚恶,越会迷失了自我,成为名利的附属品 现在说起祖替,想到的都是文基奇武这个成语 少有人了解,他也是一个可以和岳飞相语相提并论的大人物 东进半壁江山沦陷时,祖替以主步直身,招募将士率军北伐 一举收复中原,改变了岌岌可危的证据 但其实,祖替进入官场时,也曾因贪图名利,有过一段漫长的迷失期 他就像一个投机分子,加入了皇后亲外甥贾秘的政治小团伙 希望能见识一飞冲天 八王治乱后,祖替又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窜 积极效力朝中诸王,心思不定 直到亲眼目睹永家之乱,胡族入侵,北方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动荡不安 他才真正地看淡了名利,从一个迷失自己的投机客 成了一个志在兴富国土的大英雄 《红楼梦》中说,红尘千载,不过只是一场过眼云烟 名利皆空念,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 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名利二字,这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然而很多人却被名利的欲望蒙蔽了双眼 从而迷失了自我,成为了名利的傀儡 蔡根坦,有言,好利者,亦处于道义之外,其害险而浅 好名者,篡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身 贪图名利,很容易让自己深陷淋雨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到,深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太多的人就是因为贪求名利,最后身败名裂,丧失了生命的意义 接着老子又说到,知足不辱,知之不淡 可以长久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 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 这样才可以长久的平安,不贪图名利,才会有清静的生活 他的人生才会有更高的境界 贪图小利,古语有云,高飞之鸟,亡于贪食 深潭之鱼,死于香儿,高空飞鸟和深潭鱿鱼 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心而丧命 人也是如此,越是贪眼前的迎头小利 越会付出更可怕的代价 误贪小利,误讯虚名 有些人只顾着贪图眼前的小利 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有栽殃 道家全真派祖师吕东斌也曾说到,当为万全之筹算 借乎小利之贪图,依着不到,满局皆休 贪图小利的人,也会让自己的人缘变得很差 周围人会不自觉地疏远 没有人愿意和这种人交朋友 围炉夜话之中有一句话就说 见小利不能立大功 存私心不能谋公事 一个只顾眼前小利的人 就不能成就人生大的工业 心中存有自私念头的人 就不能为公众去谋事 但是很多人的人生之所以会充满失败 乃是因为过于追求眼前的小利所致 老子众有言少则得,多则祸 一个人一旦贪求得多了就迷惑了 也就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从前有两个人死后准备去转世投胎 阎王爷问,投胎两种选择 一种要勤奋认真为人做事 一种是伸手就有吃的喝的 你们想要哪种呢 第一个人选了第一种,后来他做了官,为政一方 一生都在为民请命 另一个人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种 于是他成了乞丐,四处乞讨 命运颠沛流离,喜欢占便宜的人 总想着不劳而获,就容易得一个乞丐命 曾国藩就说,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情愿人占无便宜 断不肯无占人的便宜 真正通透的人,宁愿被别人占便宜 也不要去贪别人的便宜 你贪便宜,其实就是在损害自己的福报 会吃大亏,不贪便宜 为人厚道,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精明 节制欲望 菜根谈,有言 人只一念贪思,坏了一生人品 故古人已不贪不饱 所以度月一世 人的欲望贪心,是无止境的 可纷纷扰扰人世间 贪来贪去一场空 贪心的人,什么都想要 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直欲直指,过简单的生活 舍弃心中的负累 你才能洞见幸福的真谛 《道德经》中也说 知足不辱,知指不代 可以长久 意思就是说 如果人生知道满足 就不会受到耻辱 直到适可而止 就不会有危害 因此,才能够长久生存 财富物质永远只是人生的辅助 它们可以帮我们塑造一个更舒适的生活 但是人不可无节制地沉浸于物质之中 一旦沉浸于此 不仅仅会膨胀无限的欲望 还会因为过度依附于物质 而失去内心主宰 丧失了生命之中的本真状态 看完视频 相信大家都知道 人瘫三样 一生白忙指的是哪三样了 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 真所谓是句句在理 字字真言 所以朋友们 既然有前辈在我们前面亲身体验 吃过苦头 总结出这样的经验 我们更应该铭记于心 规范自身 不要让自己重蹈覆辙 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祸不忘志 福不徒来 更多国学知识 就在国学子弟班 欢迎订阅